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昨天的强势股今天变弱势股 当然我们强调一点 就纯粹就指数的一个部分来看的话 就是在昨天我们占上了一万零九百点 然后今天可以补量再往上攻 这个代表着这个多头的气势在转强 尤其今天的成交量 它是过了二十日均量 二十日均量是一二四五亿 这叫补量 昨天是比较可惜没什么量 但是我有跟各位谈过 我今天补量就行 那真的补量 那补量上来呢 问题就重点就出来了 它涨的股票就涨到了全资股身上 其实你回头想一想 因为换人涨了 对主要是我觉得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法人的回补 是 就之前不是法人盘嘛 那现在法人在做回补 第二个部分 全资股为什么会往上走 因为我们的台积电 蛮厉害的 大涨 对 涨了四块半 你不要以为是四块半 很多 对四十几点 四十点左右 而且呢是创新高 那 我说它为什么它会那么厉害 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一件事情 我说 英特尔在10奈米以下是失败的 好 那台积电已经走到7奈米 现在呢 Glowfunder Glowfunder是谁 就是全球第三大的这个 晶圆代工厂 Glowfunder 也放弃了7奈米 变成台积电在7奈米的部分 它是独步全球 所以我曾经说过 我说英特尔的失败 就是台积电的快乐 也是我们台湾 开心的 所以当台积电冲上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 基本上就是 我们的竞争力是很强的 在台积电身上 好 那会不会法人 就是外资的部分 在今天开始大买 因为大家到昨天 其实买台积电 买6000张并不是很多 会不会开始回补 那如果外资开始回补 它补的是台积电 因为它占权值又形成的 成交值又比较大 所以相对来讲 就会产生现在的状况 我们成交量放大 所以当成交量放大之后 就代表着外资开始回来 尤其是台积电的转强 所以我想 这一部分来看的话 OK 这个大盘没问题 但是内容物的一个表现 就不一样了 那之前比较强的 这个传产类骨 今天表现还可以 但是整个重心就回到了 大型的这个电子骨身上 那之前的什么水泥 纺子又造紫 又走弱 你没有发现到 那资金的移动是非常快 好 那这就是很无奈 就是盘面的结构 没有任何的主流 其实我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大盘 其实是没什么太大主流 好 没有主流 就是所谓的主流 就是你要像那个被动元件一样 之前三月涨到六月 一个大主流 那样子的大主流 好像没有了 没有了 真的有很少见 对 下半年已经不会有了 对 所以我们 所以下半年的操作方式要改 真的 对 以往 以往我们在做的时候 不是跟各位谈过吗 可惜过了 对 那个已经过了 就三月一号 我买华星科 这个88块的时候 那他这个华星科 一路涨到了六月份 涨到七月 才开始修正回来 所以现在的状况 就等于说 被动元件 你现在要再涨一段 也不太可能 我有跟各位谈过 不太可能的原因是 第一个 他最好就是这样 所以 这是讲产业面 产业面最好 就是现在的状况 那因为他为什么会止跌 是因为他产业面 没有转坏啊 所以他股价修正之后 他会止跌 但是他 因为他最好就是这样 那除非又出现什么缺货啦 这个 这个 这个报价上扬的情况 其他力多 否则他苦价再往上冲上去 可能性不高 可是 因为他的好的状况 没有改变 所以他就是一个区间的格局 好 我有跟各位谈过 他不会V转 好 但是他会震荡区间 好 那这一部分在 我们用国具为例子 国具今天杀回来了 好 那国具杀回来 哎 你们发现到国具的这个卖动啊 他的一个股价的卖动 从587块建到低点之后 然后呢 一天涨一天跌 一天涨一天跌 对吧 用了四天 然后变成两天涨两天跌 对 两天涨 所以后面两天 所以今天下跌是正确的 今天是第一 对 那明天的量缩 好像又可以买 他的波动区间就是这样 当然我们希望他改变这个区间 他的反弹力道才会强 但至少目前看起来是这样 所以当被动元件杀下来之后 变成细晶元也跟他杀下来 对吧 那细晶元里面 当然我还是以龙头为主 就是以这个环球晶为主 那环球晶的低点是354块半 然后呢 它就形成一天 那一天隔一天涨嘛 一天涨一天跌 一天涨一天跌 一天红棒一天黑棒 所以明天会怎么样 红棒 按照 真的 按照原来的顺序 对 就变成逻辑就是红棒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就等于说这一类股票 像被动元件是两涨两跌 然后看看会不会改变 他的一个区间 那这个细晶元是一涨一跌 惯性 目前的惯性没有 都是这样 目前 目前是这样 天天也有观察 那不是观察 其实我要告诉各位 我待会会用一个结论 下给各位 好 另外一个部分呢 今天有一些股票还蛮强的 比如说美绿 就拉到涨 涨停 那之前美绿 这个一个大修正 在除息完之后大修正 但今天马上涨回去 非常漂亮 那非常漂亮 他为什么那么厉害 原来是地表最强的 苹果分析师叫郭明奇 我们称之为 尊称为苹果先生 那么在平面媒体 又发表了他的高论 他说 现在买瓶盖骨 正是时候 所以就这句话而已 今天的瓶盖骨 开始起始回升了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像美绿拉上来之后 4943的康控 也大涨 虽然有点被压回来 但盘中一度要攻到涨停板 然后4915的置身 这是扬声器 这三档都是扬声器的部分 那置身的部分 还有一部分是苹果的周边 所以置身今天也大涨了 5.55个百分点 就是因为郭明奇讲的那句话 本来夜程 早上的夜程还不错 那可惜了 屏下指纹辨识模组 早上还不错 有利多 结果冲到206回来到200 这个比较可惜一点 有上线 那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3406的郁金光 今天也稍微动了一下 还有3008的大力光 那也涨了三个百分点 所以你从这地方来看的话 今天其实苹果派不是很整齐 但似乎都有一些动意 那这个动意就是 我刚才谈到的 我们的苹果先生郭明奇 讲了那么一句话 那至于说 苹概股是会不会再来一段 这个我不下结论 虽然我的看法 跟这个苹果先生不太一样 他是认为这个苹果的新产品 如果在9月初推出来之后 那苹概股会再来一段 那我通常我的看法是 这个苹果的新产品 在9月初推出来之后 应该就是苹概股的高点 不管你多高就是高点 那这两样看法不一样 但是呢 至少我们肯定一件事情 这个郭先生讲了这句话 郭明奇先生讲这句话 他会拉动市场的人气 所以他的地位还蛮大的 这个地位蛮大 好不管如何 现阶段的一个架构来看 大盘在今天比较偏向个股表演 有一些表现很强 有一些表现很弱 那我也昨天跟各位谈过了 我说有些股票就真的只是反弹而已 譬如说太阳能 所以昨天太阳能有反弹 有啊 今天太阳能呢 掉下去了 我以这个茂迪为例 好不好 因为茂迪才有空单 所以我以茂迪为例 其他的那个融资券都拿掉 茂迪在昨天拉上来 今天最高冲到10.75 收盘叫10.4 有没有打回去 好我跟你谈过 所以昨天 如果你要放空 是不是一个空点 对不对 就是一个空点 你回头想一件事情 就等于说 现在我为什么要跟各位谈这个东西 因为太阳能这个产业 它基本上没有经过大洗牌之前 它这个产业很难复苏 很难复苏 所以基本上会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即使它短线的反弹 其实都你买都不能买 空不空例外一回事 但你买都不要买 那甚至手上有的要找高点 去做一个短线的一个出托 否则 否则我觉得这个产业 将来只是趋势向下而已 那既然趋势是向下的 那股价跌升反弹 会有反弹 反弹完之后又摔回去 因为它的趋势是往下走 那同样的在昨天 我跟你谈到了光学 光学昨天也很强 谈上来 但是我也没有跟你讲过 说除了那个3630的新剧科 人家有大人在里面之外 那你其他的光学股 根本就是跟上来的 你们看到 昨天我们举例的部分 像是这个6209的 这个金果光 今天就涨不动了 今天就压回来 虽然跌幅不大 今天就压回来 这就是我要跟各位 分享的一些观念 就等于说 现阶段的走势 它已经族群性 已经没那么大了 除了被动 除了被动元件之外 其他的个股 大概都是以个别的 筹码站为主 好 那筹码站的话 那像光学 他们最大的问题 出来哪里 是出在它的EPS 没有跟上来 我跟各位谈过这个观念 我说光学股 很多都切入到车用 其实我最看好是加零 对吧 4976加零 可是它的EPS 没有跟上来 所以你在做的过程当中 就是一旦不对 就要撤掉 所以这一次的加零 我在55块以上卖掉 原因就在这边 那当然后面的一个走法 就是如果人气再回来 光学股又出来的话 要买谁 就加零 好 那要等它那个 这个大盘的稳定度增加了 不是马上 对对 我没有要买 我目前还没有买 懂 我的提醒 听到朋友 我如果要买股票 做多股票的话 我会做那个盘底的 它已经盘出底部的现象 像GNA上面 我有推荐一支 但比较可惜 我是介绍不是推荐 我只是介绍 用一个观念 来跟你谈这两个股 比较可惜 它留了上影线 我们待会再来谈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现在被动元件的部分 是整个盘面的一个 大家眼睛在关注的方向 就是它是投机力的指标 所以它走弱 其他涨价股都走弱 那涨价股走弱 就会有其他的小型股 个别股会转强 这是目前盘面结构当中 在电子股上会出现 但整个电子股如果走弱 那就变传传股 你们发现到 就是资金的移动 是这样一个效应 那现在电子的比重 已经来到七成以上 所以电子股为中心 那电子股为中心 所以当被动元件走弱 包括莫斯菲 包括二极体 包括矽晶元 都撒下来 好 那相对来讲 我觉得今天有一个 看到一个现象还蛮好的 好的 是什么 记不记得 其实在被动元件 跟细节 杀下来之前 最早杀下来一个主题 叫谁 工具机 冰沟 工具机 工具机是最早跌下来的 可是我们不是针对 那档股票 现阶段就是留效查看去 没有 我是看整个产业 它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 就等于说整个工具机的部分 基本上是受到了 美中贸易战的影响 还有是重复下单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要消化掉 消化掉之后 它会完成什么现象 股价落底之后会怎么样 会进行主体格局 然后形成翻多结构 今天的工具机里面 有一档龙头翻多了 这样龙头叫1590的亚德克 在今天占回到300块之上 大涨5.6个百分点 我们在看亚德克之前 你去看一下 它的股价是从 我记得是600多块 621块 一路跌到最近的低点275 股价已经腰斩了 621 314块就腰斩 然后呢 但是它在低档的部分 在300块以下 完成了24680 11天的底部姿态 完成了底部姿态之后 今天一攻就攻上了 这个所谓的月线之上 那就完成了 11个交易日 还是10个交易日的一个底部 如果完成了 这样一个底部结构的话 那你就说明一件事情 那原先最早杀下来的基优股 那叫做工具机 那工具机的龙头亚德克 在300块以下 完成了10个交易日的一个低档 就我们不管它是圆湖底 还是什么底 那今天呢 一口气攻上来之后 那么占回到300块之上 这说明什么事情 说明相对来讲 它的利空的反应 是不是占高于段落 我们不要谈它回升 因为这个产业 目前没有回升的条件 但至少它股价修正回来 达到一个低点之后 盘出一个底部 也就代表的 相对来讲 整个工具机 有可能进入到 所谓的打底 或翻多的现象 对吧 我们从这个观念来谈 所以从最早的工具机回稳了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 被动元件 应该 没有错的话 应该也是回稳了 只是说它的走法 就是两天涨两天跌的概念 那最后剩下什么 剩下细晶圆 就细晶圆 现在的整理 大概六个交易日 没有再破底 那经过 再经过这样子一个 整理结构量缩 但这个整理是要量缩 如果量缩的结构 够完整的话 那代表卖压消除了 其中比较弱的 会是在台胜科 环球镜我看起来越来越稳 这个非常漂亮 之前的震荡 那个心脏都会跳出来 现在已经慢慢慢慢 波动已经减小 波动减小 代表筹码渐渐安定 那台胜科 为什么还会有一些卖压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是因为这个 投信的卖压还没解除 好 第二个原因 是因为 那台胜科的 不是有申报六千张 那最近又开始卖 之前它跌破一百二 没有卖 那现在呢 它可能时间快到 要卖 不过我想 不管如何 你知道环球镜上去 台胜科也会上去 就会消化掉它的卖压 那现阶段来看 是以环球镜为主 但是呢 如果环球镜也打出底部 如果环球镜也 占回到四百块以上 如果完成底部姿态 就跟亚德克一样 占回到三百块 然后环球镜占回到四百块 那后面的结构 整个族群才会回稳 龙头先稳 其他的股票才会回稳 好 所以现在的龙头的部分是 被动元件是国际跟华兴科 那华兴科看起来筹码都比较安定 国际还是上下震荡 但不管如何 现在的被动元件 基本上 它已经走出它的一个方向 就是它的短底已经出来了 那国际的部分 哪一天可以站稳 在七百块之上 就OK了 好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华兴科要站稳在三百 然后被动元件的那个 矽晶元是看环球晶 然后工具机看亚德克 你大概抓这个方向 买不买另外一回事 但是呢 你要稍微知道 这三大族群 它本来就是之前 股价位价比较高 现在修正回来的 好 那当然 很多人要问说 股价跌下去之后 有没有可能一直跌不停 我告诉你 除非你手上的股票 是没赚钱的 就是没有获利的公司 它当然有可能跌不停 但是如果有获利的公司 它只是在修正 它本一笔 修正到一定程度之后 那自然而然 有时候会超跌 但超跌完之后 又会回来 比如说 我再举一个例子 有一档个股 叫3081的莲亚 哇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它被外资降频 然后股价一直修正 修正到最近的低点 225块半 那天出大量 对 出完大量之后 2467 7天的时间 今天拉出来 快涨0半 好 从225块半 到今天的收盘 叫263块半 我为什么会拿 这支股票为例子 因为第一个 它是机油股 它具备的竞争优势 是其他光通序里面 没有的 第二个部分 它被降频 那降频也就代表着 股价经过修正 然后呢 股价经过修正之后 股价没有 就打到一定定点 它就没有再跌下去 没有跌下去 就是我要跟各位谈 人家至少还在赚钱 你只是给它 多少倍的本益比而已 好 所以我想将来的部分 如果联雅都可以 这个比较弱势的 机油股都可以上来的话 那是不是代表着 很多的很多的 这个个别的机油股 在修正到一定程度之后 就会回稳 好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好像时间不多了 我赶快来讲一下 那做多的部分 要怎么做 做空的部分 或者是要调节的部分 我在昨天用了财报的部分 跟各位分享 那做多的部分怎么做 很简单啊 这个我不是跟你讲 低基期 足底期 入旺季 入不入旺季 不是这么重要 但至少 低基期跟足底期 是重要 我要那个筹码先安定 入旺期只是给它 一个题材而已 那我就用我 买进的 这档个股为例子 叫2353的宏基 好 宏基的部分 来看的话 这个 它在月线之下的 今天是股价 是站上月线 好 它在月线之下的整理 大概有 我看一下 12个交易 完成了一个 小底的结构 然后今天站回到月线之上 但它比较可惜 还没有站上季线 它的季线在25块 好 那就看它什么时候 冲过25块 差一点 对 就很短啊 就看它要不要攻啊 很近 对 那第二部分 它在整理的过程当中 量是缩的 你去看它的20均量 到今天量稍微放大一点 都还没过20均量 好 所以今天不算是攻击 但是它的价格 已经先跳上来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 最近我看了一下 就是外资的部分在买 然后融资在减 好 那这个地方代表什么 代表筹码是在做沉淀的动作 然后再来 我们就来看它的基本面 它转型到了电竞领域 它不再是传统的NB 好 那电竞领域里面 它的毛利率就会比较高 而且呢 它推出了一个 类电竞的NB 好 类电竞 很贵哦 这一种 类 类的就比较便宜 电竞的很贵 对不起 我觉得它是一个商机啦 就四万块以下的 类电竞的笔电 所以 如果这个地方 发酵出来的话 对它股价来讲 就会有帮助 加油 对 就看看它后面的走势 不要寄望太高 但是呢 至少 短期的一个操作 那么 完成底部的 我们做一个 买进的动作 当然也要设好停损 那不对的话 我会撤退 然后呢 那冲到某一个定点 我们就把它卖掉 好 这样的操作方式是 下半年要 就是你要碰到的 就第三季 第四季你要碰到的状况 那像今天 LINE上面 我还有时间吗 大概30秒而已了 30秒 好 那 我讲快一点好了 好的 今天LINE推荐 这个介绍 没有推荐 是介绍了一档 我用它来去介绍 什么叫做底部啦 什么这个概念 叫做2421的见准 那它比较可惜的部分 是它有上影线 好像这个量稍微大了一点 那你一样 那么我们当时介绍的 这个关键是什么 第二季 三绿三绳 毛利率 营益率 跟EPS都增加 然后呢 它的股价是沿着季线 在整理 整理了三个月 原先以为今天会攻上去 但可惜留了上影线 所以你的操作方式该怎么做 设好季线做停损点 如果跌破季线就卖掉 如果你没买 我只是拿它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介绍 为什么你要去选择这样的股票 因为我们不需要去选择 那个单脚弹身的 那个可能在短线上面来讲 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我想这一部分提供给 各位投资朋友做参考 好 谢谢老师 带我们做盘面上的 一个深入的解析 同时在LINE上面呢 听众朋友加入的话 也会看到老师呢 今天来分享到的这一档个股 那么在操作部分 还有呢 老师观察的一些点 都在其中 如果听众朋友还没有加入的话 就欢迎您跟上咯 感谢轮延投顾 杨天迪杨老师了 谢谢你 谢谢习珍 祝大家操作顺利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听众朋友 如果还没有加入 老师的免费LINE 欢迎直接搜寻 ID是 小老鼠FU8899 小老鼠FU8899 任何疑问也可以透过 工商福德电话咨询 02-2321-9933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股庙致富 可以不凭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 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将 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 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股市战将 华兴投顾林何彦总顾问主长 101年金管投顾 新字第026号 好的 欢迎听众朋友 持续锁定投资理财王 第二个单元 股市战将 邀请到的是华兴投顾 林何彦总顾问了 何彦老师你好 嗨 齐真好 大家好 是林何彦 好 老师台股这次是来真的吗 今天台股继续的 又上涨了87点 可是指数来到了 11000附近 好像又有点静观情缺 不怕1万只怕万一 又来了吗 好 今天细节上 不知道如何来做观察呢 而昨天老师 有送给大家那份资料 希望昨天听众朋友 都有打电话进来了 因为今天就不再送了 如果拿到资料 不知道如何运用 再来电了 好 那么今天细节的部分 怎么观察 怎么看 怎么做 一大堆的问题 赶快请教老师 好的 连涨两天 昨天92点 今天87点 玩真的玩假的 对呀 像真的了吧 真的确实让人家怀疑 因为今天坦白说 有很多的问号在里面 等一下再一个一个 来跟大家谈 好 今天行情涨到 一万一千点 就停下来了 那今天有没有发现到 昨天强的股票 今天都落下来 对呀 比如说 昨天气势最强的 被动元件 对 矽晶元 今天一开盘 全部都呈现绿色的 那这个就有问题了 你如果说是一个 强势的多头 因为你如果单纯看指数 昨天92点 今天87点 单纯看数字是很漂亮 可是看结构的部分 如果是一个强势多头 应该是昨天最强的股票 今天继续涨 对不对 对 那个气势要延续嘛 对 你如果说昨天强 那今天马上就落下来了 那代表那个气势 是有问题的 代表 昨天买进的人 今天是不敢报的 所以赚了就赶快跑 是 所以今天虽然涨87点 我说有问 就在这里 昨天强的 今天全部都变弱 这样可能你就要担心一下 你就要注意 好 那我昨天也跟大家讲过 有些股票 只能做短线 如果不能做长线 你硬要报 你不卖 别人会卖 是 对 那别人会卖 卖了之后被卖下来了 那你报上去又报下来 那是不是很可惜 是 是不是 尤其是什么 尤其是套牢很重的 所以我昨天送给大家那张表格里面 有针对融资增减 跟价格涨跌 总共加总 分配起来总共有四个模式 然后那四个模式里面 我昨天特别跟大家谈到一个 价格跌 融资一直增加的 那种情况的股票代表 散户越跌越买 结果越买越套 越买越跌 像这类型的股票 上面是层层的套牢 那个要往上涨会很艰辛啊 因为上面是一大堆套住的人 都在寻求解套 每个都在喊 Help me help me 那个怎么会涨得上去呢 所以它的走势一定会停停顿顿的 所以像这种 价格跌融资涨 但我不是说一定只有细晶元而已 也不是说一定只有被动元件而已 是正好这两组都是呈现这样的情况 那只要是有呈现这种情况的 你在操作上都要很小心 尽量如果真的要买 那尽量就用短线 因为上面套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那能够让你买来做波段持股的 那一定是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价格跌的够深 第二个基本面还是很强 那第三个 如果能够跟股市 跟国际股市接轨 那更好 因为有个国际的砍棒 有个国际的范本 可以来做参考的依据 比如说什么 南亚科 2408南亚科 今天蛮强哦 你看昨天美光又继续涨 那美光为什么涨 我有跟大家讲过啦 因为南韩那边三星 原本要扩充产能 现在又取消了 所以导致于地润的报价 确定不会下来 所以包含下半年的获利 持续还会再上涨 所以美光昨天继续涨 你知道美光这一波涨幅 已经来到15%了 就短短这几天而已哦 已经15%了 对美国股市来说 你如果说发布财报 两三天涨了15% 那当然就没什么 可是在没有财报 发布的情形之下 能够让每天 2% 3% 2% 3% 这样持续涨好几天 那不简单啊 那个需要凝聚市场 蛮多人的人气 那美光最近 就是因为这个消息 已经涨了15%上来了 那相对于台湾这边呢 南亚科 华邦店 这个就很好题材嘛 这个就很好机会 加上今年获利会 创下历年新高 本比只有多少 五倍而已啊 五倍而已啊 所以从这些高票 你要做比较波段 诶 我就支持你 我又觉得那个机会就很大 那像南亚科种 能够做长期 做波段操作的 这种股票其实 在我口袋名单里面 还有好几档 我跟大家讲过 我喜欢找那种底部的机油股 跌很深的 基本面还是很强的 尤其又跟国际上 有一些关联性的 接轨的题材 那这种高票 就类似像亚尼一样 亚尼底部打完之后 慢慢涨慢慢涨 越涨越高 越走越远 放个三个月下来 诶 赚了五十几% 是不是赚得很开心 然后持有也很放心 因为基本面都一直透露出好的消息 所以我喜欢找这样的股票 那类似这样的标的 我口袋名单有好几档 你想要操作的话不要急 时机到 我自然会带你做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时机 时机是很重要的 有时候你太早进去 你先被他套 你的耐心就被他磨掉了 没错 你就没心心去 那如果太晚进去 那又要追高 追高赚得少 而且帮别人抬轿 有时候那个时机点的拿捏 很重要 所以这些底部GEO股 像亚尼这类似的股票 我口袋名单有好几档 不要急 时机到 我自然就带你做 那认同我这种方法的 我们一起来赚钱 好的 好 昨天美国股市 稻穷 涨259点 259点算不错 很高 一%啦 一%是还好啦 大概台北股市涨100点 那样的情况 蛮好哦 那你要了解说 到底它是什么原因 很多人可能认为说 因为美中贸易战 开始进入谈判 对于股市来说是个利多 可是我告诉你 昨天美国股市大涨 不是这个原因 懂意思没 你要把真正的原因找到 你才能够知道 对台湾有没有直接的 带动效果跟影响力 昨天美国股市 稻穷大涨原因 两个啦 第一个 美国确定9月份要升息 好 现在已经确定9月份 还要再升印嘛 那升息对谁有利 对银行股最直接嘛 所以昨天美国的银行股 全面大涨 JP Morgan涨了1.7% 花旗涨2.4% 大摩涨3.6% 高盛涨了3.2% 所以你要找到真正 带动大涨的原因 你才能够看懂实际的行情 所以昨天银行股的大涨 很明显就在反映美国要升息嘛 那另外一个 昨天美国的汽车股也大涨 通用汽车涨4.8% 因为这些都是跟道琼有关系的 全部都是道琼的成分股 所以道琼昨天大涨就是这几档 银行股 通用汽车 还有奇异 另外重工具的卡特比勒 因为美国接下来跟欧盟 接下来会达成全面零关税 零贴补 零贸易障碍的一个协定 对这些来说都是正面的 这跟我们有关系 不是没关系嘛 那是美国跟欧洲的事情啊 根本没关系啊 那为什么今天台北股市会涨 今天台北股市涨单 跟美国股市的关联性有一个 费城半导体 昨天费城半导体涨了1.5% 台湾跟美国的关联性 往往都是在科技股的部分 昨天费城半导体涨了1.5% 这里面涨比较多的 AMD涨了5.3% 美光涨了2.7% 美光我刚刚跟大家已经提前讲过了 连刷这几天以来 从三星确定扩充产能的计划取消之后 三星美光就一路涨 已经起滚了 从消息出来之后到现在 几乎每天就是2% 3% 2% 3%一直在起 那美光本来它是属于费城半导体里面的 那应用材料也涨了2.39% 所以今天台湾这边科技股 尤其是半导体的部分 跟美国的互动是比较直接的 好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就没有昨天那么强咯 对不对 昨天亚洲股市主要是大陆嘛 大陆很强跌 那今天大陆股市的部分 就没有像昨天那么强 大陆股市都是持平的 那香港今天也是持平 那包含南韩今天涨0.1% 日本涨0.2%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又 自己独自涨了0.8% 有点孤军深入的味道 因为亚洲股市其他都没有真正的大涨 所以台北股市今天主要在涨什么 主要是台积电跟大力光 这两只股票今天还不错 把整个指数给撑住 那包含统一今天表现也不错 还有台达电 台达电今天也涨了8% 所以这些重型部队 把指数给撑住 可是昨天强势的股票 今天都变弱了 这一点你要特别小心 所以我等一下有个股票 该做底你要做底 该做短你要做短 尤其我昨天特别提醒你们的 融资增加股价下跌的 那类的股票能够做短尽量做短 或者避开 你看昨天被动元件那么强 今天被动元件的部分 国具今天跌了20块钱 华星科昨天法术会 结果市场是不买账 那其实昨天华星科涨停板的时候 昨天外资是没有买的 昨天融资是继续增加的 那这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现象 那包含3026的和生堂 今天也是跌了2% 5345的天阳 今天更跌掉6% 2456的奇力星 今天也跌了3.5% 所以被动元件我昨天大概看了一下 几乎啦 当冲比例都高达 50%到70%的内容 我跟大家讲过 像这样子的当冲密集度那么高 那股价就不会出去了 所以该做短你还是要做短 你不会卖 别人会卖 那被别人卖下来了 那你抱上去又抱下来 是不是就很可惜 对不对 好今天虽然涨霸气点 我们空单个股今天几乎都还是跌了 等一下第二段 我来针对空单的部分来跟大家谈 我的做法很简单 做多底部机油股 空高档金沙股 你认同联系这种方法的 来针对我 我们到底来看 好谢谢老师的说明 好除了我们看到指数的涨跌之外 更重要的是内涵的部分 老师刚刚跟大家来 具细迷移的分享细节的部分 希望大家也可以吸收到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听众朋友 如果昨天拿到资料 希望大家好好的研究一下 老师的叮咛 大家也要记得 如果有其他的疑问的话 点名到您的个股 再来电咨询沟通了 而认同老师的操作 也欢迎您可以加入老师这边的行列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一起赚钱 好咨询的电话是 0223923988 0223923988 好的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 老师刚刚这首歌曲也蛮轻快好听的 浪花兄弟的 你是我的OK 希望老师可以帮我们来 如果有受伤的可以也指个血 包扎一下 那么OK 其实是帮助大家了 老师其实也很希望在股市当中 成为大家的一些依靠 好刚刚上半阶段老师呢 也有这个提到 今天即使是大涨 可是老师呢 手中还有部分空单的部分 其实还在持续的在赚钱 对不对 接下来时间再请教老师 好的 现在歌 很多都很有创意 很多都很有想法 可是你的操作不能有创意 操作是要有原则 像我的方式 我的原则 大家都很清楚 我做多做空 一定是顺着趋势做 我不会常态的一直只做多而已 我也不会常态的当成一个死空头 只是一直空一直空 不会 所以你听我的分析 我的节目跟别人不一样 我的节目大盘的方向 我会摆蛮重的一个比重 蛮高的比重 让你听到我对大盘方向的看法 我看多我就做多 我看空我就做空 我相信现在很多节目 几乎都不谈大盘了 反正就只是谈个股 然后反正就一直在做多而已 我觉得那样不好 因为大盘是所有股票的家种 它代表是整个趋势 所以大盘应该是要很明确的 那如果说当大盘不好的时候 你避重就轻不谈大盘 只是在谈个股 那只是会让自己越陷越深而已 到最后 行情已经跌那么多了 到最后才发现都来不及了 所以大盘的方向 我会很注重 那个股的部分 我是随着大盘的趋势 而且我的原则是 做多的时候 我就买底部肌油股 安全 因为跌很深了嘛 再跌也不多 对所以 我买底部肌油股 安全又会大赚 那做空的时候 我一定是空高档的击沙股 业绩很烂的 涨很高的 那既然它已经涨很高 所以它再涨也不多 那只要阻力跑掉 一跌下来就会跌很快 所以你看我 不会去空被动元件 所以昨天被动元件 很多大涨 很多涨停板 刚刚没关系嘛 对 所以像昨天 虽然台北股市 涨了92点 昨天我的股票 其实也都没什么涨到 有涨也都是一点点而已 你看包含今天 大盘涨87点 阳明光跌一块钱 位数跌一块 宣德跌一块六 加零跌0.3 资源跌一块八 网家跌一块 存安跌五毛钱 你有没有发现到 我的股票今天 几乎也都是下跌的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都是业绩很烂的嘛 对 所以会员抱起来 就会很安心嘛 我这一次总共空了 15档空单 总共空15档 那原本已经补掉五档 大家都知道 那九毫赚13%补掉 副顶赚13%补掉 那汉磊赚28% 那兴通 这个都因为要除权的关系 兴通也赚28%补掉了 松刚赚最多 松刚赚了66% 赚4块坑的 22.3%补掉 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补掉两档 我有回补 我就会讲 阳明光 上个礼拜五 我们补110了 那原因我也跟大家讲过 因为阻力还没有完全的出清 那既然阻力没有出清 那我们见好就收嘛 反正150空的110 回补也够辣了嘛 对 你看我补掉之后 今天阳明光最高 119.5 上个礼拜五百多 有水 所以我做多 带进我会带出 做空放空 我也会回补 上礼拜我们还补了另外一档 4912的联德 联德我们补在218元附近 今天联德收盘在215 你看我补掉之后它还在跌 我也不是神嘛 对不对 不可能说我补了就一定是在最低一点 空就一定在最高点 可是我一定是做业绩比较差的 股价太高的 好了 连续两天的涨 其实会员也是会担心 因为连涨两天 因为原本从一百零 一万零六百的时候 我就预告 会弹到一万零八百 那事实上这一波弹是 比我欲哭的 弹得还要高了些 所以这两天的企业时 我会感受到会员心里面的压力 因为会员手中空单 当大盘在涨的时候 他们会担心说 我们的空担要报不用报 会去门掉 所以了解会员的压力 所以我今天一开盘的时候 在昨天美国股市大涨 今天一开盘我就跟会员讲 我说所有空单都留 如果加权指数 占上一万一千点 万一点也站起 反正空单都赚钱 如果占上一万一 所有空单全部获利回补 那如果没占上去的话 那代表这个盘还很弱 所以空单就不用怕 你看今天有好几次 到了一万一就下来 到了一万一就下来 所以我跟会员 做这样策略性的交代之后 会员就安心了 起码的安心妈妈 空单虽然都赚两成三成 可是老师的策略很清楚 占上一万一 我们就获利了结 那如果没有 那继续报 所以我会让会员很清楚 我操作的一个方式 跟操作的一个方向 这样败得到 你看今天虽然涨了87点 我们还没有补的空单 位数继续跌 又跌了2.2% 宣德 位数我们是70块钱空的 大家知道 那宣德 我们是62块钱空的 上礼拜57块钱又加空 今天53.5% 还是又跌2.9% 所以这礼拜两天大戏 昨天涨92点 今天涨87点 位数跟宣德 完全都不影响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业绩很烂 亏损的公司 股价在50块钱 还是太贵 还是太贵 那4976加零 60块钱空的 今天也是下跌0.3 那大盘今天跌涨87点 对我们这些空单来说 影响都不大 资源今天跌了2.8% 跌了1.8% 跌是还有点在加速 那网加也是一样 今天跌了1块钱 所以我的方法 这样印证下来 是不是就是一个对的方法 做多买底部GEO股 业绩很好的 股价跌很深的 所以像雅尼上 买了之后 安安心心的报 一段时间之后 一转就是30% 50% 那当大盘不好的时候 放空 就空那种业绩很烂的 那个跌起来 也是很过瘾的 至少啦 我不会带你去追高杀低 这是我基本的原则 不追高杀低 这一波反弹上来 我不知道你的个股 有没有跟着弹上来 还是弹不动 如果你个股有问题了 也欢迎您随时打电来找我 把你的问题交给我 因为你自己没办法处理 你一定要找能够帮你处理的人 好 认同我这种做法的 我们一起来赚钱 好 时间关系 访问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华信透过 林和彦总顾问的分享了 谢谢你 好 祝大家操作顺利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如果认同林老师的操作 就是做多的部分 只买底部的机优股 做空的部分 只做高档的机插股 有原则的一个操作的话 欢迎您跟上老师的讯息 同时各股有问题 老师也说 可以打电话进来咯 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